仔细看眼前的庄严佛像其实是知名的动漫角色 他会势力美术馆原先在巴德智地广场五楼 设置儿童美术馆展览空间 在日前推出最后一档展览玩具异象 邀请八位艺术家把大家熟悉的玩具转化为艺术创作 主题横跨卡曼角色、直直机关以及重组钢弹和乐高积木等形态 十分精彩多元 再加上现场的体验区和四大工作坊 策展人希望能借此让参访的大小朋友们 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玩具 了解什么是创造和艺术 玩具异象这档展览是以玩具为主题所策划的展览 那为什么会想要以玩具作为主题 主要是因为玩具是小朋友所熟悉的物品 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来源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以小朋友比较熟悉的元素 所创作的艺术作品 来引导小朋友进入艺术作品的世界当中 作为认识跟理解作品的起点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可以去观察 这些作品和玩具之间的关系 他们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进而去思考艺术家是如何将玩具 转化成艺术作品 以及这些作品想告诉我们什么 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个创造的过程 让玩具成为艺术 那现有认识这个过程 我们希望可以让小朋友 比较容易的去了解什么是创造 以及什么是艺术 展览开幕当天 八位参展艺术家也齐聚一堂 各自为大家解说自己的作品与创作理念 其中艺术家杨茂黎表示 因为自己喜欢卡曼 应该把卡曼角色和宗教神像做结合 雕刻处的作品不仅充满反差感 更反映两者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可能是不相上下 我在冲冲的时候一定是我最喜欢的题材 所以我可以花很多时间 每天可以八个小时 四个小时 甚至也都不用休息 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做 普罗大众的就是卡曼 然后最庄严 严肃的成果两个结合 这两个因素是不一样的 当两个不一样的材质因素结合的时候 他会撞出火花 这个火花就是艺术 那种感觉 他这一定会引起我们观者的震撼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你看到他一开始会觉得 他是怎么样的出现 另一位艺术家林俊斌 则选用本身便具备文化意义的钢弹模型 作为创作素材 把模型零件全部拆开 并重组成其他的符号和文本 希望借此来思考文化生产背后的矛盾与脉络 但也让他一度被钢弹玩家排斥谩骂 差点买不到模型来继续创作 就是寻找一个材质 就是它不是木头 它也不是金属 因为这些都是原生材质 你要去对这些原生材质去创作它 它才有意义 但这材料其实它在二战之后才有的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就把它放在桌上 它就已经叙述了这个时代了 所以它有很多的文化象征在这个材料里面 那我要如何去破坏它的文化象征 对啊 所以我就是把它买回来 把它拆开来 这一件其实是 就要如何呈现文本倒列 我选择范骨 除了它知名以外 是因为可以最广泛的出动到很多人 因为大家都认识它 对啊 然后接着再把小动物放进来 小动物有很多的动作 你会开始根据小动物的行为 去创造自己的故事 你把这两个材质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问为什么 对 然后那个 当你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 就进入到我要占据它的重点 随着桃圆市立儿童美术馆青浦奔贯 在今年正式开馆营运 未来巴勒之处空间也加走入历史 而玩具臆想这档展览便是最后的羡慕展 展期从即日起到12月15号 官方欢迎大小朋友们前来走走逛逛 欣赏当玩具转化为艺术 有什么不同的风貌 距离你头不倒